印尼苏拉威西上个礼拜五发生连环地震 强度最高达到7.5级 地震不但导致各地区的建筑物受损 还引发了海啸 据法新社的消息 死亡人数一日之间是增加至1200人 据了解苏拉威西的地震 是印尼以至全球近年少见的严重海啸灾害 而帕鲁这个旅游城市 更是在几天之内突然变得死伤枕介 被连环地震和海啸重创的印尼帕鲁市 如今犹如一座死城 到处可以看到倒塌的建筑物和断裂的大桥 沿海一带的房屋更被夷为平地 几乎所有居民都葬身其中 到处都弥漫着失臭味 由于死亡人数不断攀升 区内的炼葬资源完全不够用 印尼国家抗灾署昨天公布 将在当晚挖掘大型坑洞 把罹难者集体埋葬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更多乡镇灾情陆续曝光 救援团队日以继夜地 处理散落各地的尸体和寻找生还者 并将他们尽快送院治疗 然而叫人觉得无奈的是 因为当地严重缺乏重型机器 众人即使站在坍塌的建筑物前 也移不开瓦砾 只能够徒手救人 造成许多生命错过了黄金救援时间 印尼总统佐科威到访灾区选事后表示 政府已经安排相关单位 把重型机器从印尼多个地方 送往帕鲁市加速拯救工作 他也呼吁三民不要离开帕鲁 应该要继续他们的日常生活 加快修复整个社区的脚步 尽管目前印尼政府 已经陆续把灾民安置在临时庇护所 并派出多架飞机 协助灾民迁离到安全的地方 和接受治疗 然而当地依旧缺乏食水 燃料以及医药物资 对救援工作来说 将会是一个艰巨的挑战